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追捧A50基金的ETF的一个有几个重要的理由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今年整个环球股市动荡的一个情况下 A股市场是出乎人意料的是下跌的幅度是最大的达到高达25%以上 但是在整个经济区域的情况下来看 并不存在于经济危机的一个亚洲市场 A股的相对的股市的一个跌幅是超出投资者预料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跌到年中的时候有很多基金或者投资者会去捕捉一个超低反弹的一个行情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星期A股走出了一波很强劲的一个走势 突破节节的平均线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可能就是A股在今年已经创下了一个低位 开始走一波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 另外在整个投资于A股市场的产品当中寥寥无几 A50算ETF中比较好的一个投资项目 而且它所投资的50只A股的那个股票来说都是以市值较大和流通性较大的一个股票来进行选择的 那这些股票的话对于海外和其他的一些大基金来说 他们对这些股票的追捧程度都是相当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 A50出现如此的溢价来说也不是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要A50是投资于比较大型的一些中资的 A股的内地的一些股票 在操作这一类的股票的情况下 应该把整个的战线放得比较长一点 主要着重于长期的持有